疫情持续缓和,市场气氛好转,新盘及二手市场表现理想,多个新盘连回开售都取得不俗销情。 大动各区二手屋苑看楼及成交量大幅上升,部分屋苑造价更陆新高。 据差响物业股价储最新数据显示,上月私楼售价指数报390.8点,较3月的389.1点。 按月升0.4%,连续4个月六得上升,首4个月楼价侧类升2.87。 以近日市况而言,二手交投及造价都见显著上升,尿下月楼价仍有力想冲,受疫情缓和带动,新盘市场表现向好,同时带动各区二手市场成交量创新高,部分屋苑造价更创新高。 据差股价最新数据显示,上月私楼售价指数较3月升0.4%,楼价年升4个月,创21个月高位,首4个月楼价以类升2.87。 在各户型中,1076-1721方尺大单位升幅最高,最新报327.2点,较3月的324.7点升0.77。 431方尺以下细单位最新报434.8点,较3月的433.3点升0.34。 一间大型代理行董事指,疫情持续缓和,楼市亦受带动,二手屋苑看楼及成交量明显升温。 当中部分屋苑造价更创新高,反映买家对后市态度乐观。 另外,大型新盘继续抢供,大围新盘昨日正式开价,首批182伙平均尺价约1.99万。 发展商推出的首批单位,面积由310-1014方尺不等,最低入场价674.8万。 该盘其中第一期首张价单于去年10月推出,平均尺价1.89万。 第二期于同月公布首张价单,平均尺价1.98万。